关注黑生健康不挂科 大家好我是黑生 这个步行走路 大家不要想着它非常的简单 但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效应 是非常大的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科学的研究 都证实这个步行 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揭秘 这个步行究竟对我们身体 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聊第一个方面 那么关于步行跟身体健康 有一篇文献系统的回顾 就是对这种文献进行 所有的这些很多的文献 进行系统的回顾 那么发现的就是经常快走 对整体的身体的积极的影响 是有很大的帮助 能够降低多种疾病的风险 同时改善我们身体整体的状况 那么这个研究就发现 经常快走与心脏病 一线癌 还有就是死亡率的降低 是有相关的 同时经常步行的人 癌症的进展也相对比较缓慢 发现这个步行跟癌症的进展 是相关的 那么同时研究也发现 这个步行对恶型糖尿病 也是有预防的作用 同时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 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聊 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说 详细的聊一聊步行在预防癌症方面的一个作用 那么有证据就表明这个定期的参加体育锻炼 包括就是步行 可能对某些类型的癌症是具有保护作用的 那么有多项研究科学研究就发现 定期的进行体育锻炼 包括步行与降低乳腺癌 结肠癌 还有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是存在关联的 像发表在这种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上的一个研究 就发现 每周步行少于一小时的这些女性 然后跟这种每周步行至少七小时的女性进行相比 这个步行至少七小时的这一部分女性 患乳腺癌的风险降低14% 那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 也有另外一个研究 就是说与这种不运动的人相比 每天至少进行30分钟适度的体育锻炼 包括就是快走的这一部分人群 患这个节肠癌的风险 也是较低的 那值得注意的就是 虽然这些研究表明身体活动可能对癌症有保护的作用 但是呢 还需要更多的一些研究来去更加充分的去了解 这些身体活动与癌症之间的关系 同时呢 身体活动只是影响我们癌症发展的众多的因素之一 还有其他很多 比如说饮食 遗传 环境因素 等等这些多种因素 相互组合 才对这个癌症的发生发展 起到了一些影响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 快走 走路对我们预防癌症有很大作用 但是也要从其他方面 饮食啊等等各个方面来去进行 注意 那么接下来聊第三个方面就是步行 对我们啊 预防老年痴呆也是有帮助的 在2010年就有一项研究 研究人员就发现 每周三次45分钟的快走 可以改善60岁以上老年人的认知功能 同时对降低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啊 是有帮助的 研究就表明这个步行对认知功能 是有多个方面的一个积极的影响 比如说记忆力啊 注意力啊 还有执行功能啊 等等都是有帮助的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聊 第四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步行的速度与预期的寿命 是有相关性的 最近呢 有一项研究啊 就是发现这个步行速度啊 可以预测预期的寿命 那步行速度超过每秒 0.6米的人啊 更有可能死亡 那么步行速度超过每秒 一米的人呢 更有可能活得更久 这个研究非常有意思 那这个研究呢 就强调了保持这个快走 以及获得这种锻炼的 这种形式的人 他的一个好处 是在对于我们延长寿命 也就让人更长寿 这一方面是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的 那第五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步行对我们心理的健康的影响 有一个研究呢 就发现步行啊 对于我们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这个研究当中 研究人员就发现 步行是可以缓解紧张情绪 稳定情绪 能够减少烦躁焦虑等等 这些症状 研究就表明就是经常步行呢 还可以降低这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对抗疲劳 改善身体整体的健康的状况 同时呢 对于我们减少腹部的脂肪的堆积 血栓的形成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总之呢 这个步行啊 是一种综合性的一种锻炼方式 对于我们的健康啊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那么究竟走多少步比较合适呢 这是要跟大家聊的第六个方面的问题啊 第六个方面的话题 那么已经有几项研究和论文啊 介绍了一个建议的一个步数 就是每天一万步 那么这个每天一万步啊 相当于就是五英里或者说八公里 那发表在国际行为营养与身体活动 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就发现 每天一万步是健康成年人保持 身体健康还有预防慢性病的一个 比较合适的一个步数 发表在这种身体活动 以健康杂志上的另一个研究也发现 与步数较低的人相比 每天步数超过一万步的人 体重指数会更低 心血管健康的指标 会有所改善 总而言之 每天一万步的一个建议啊 是作为一种健康人群的一个 相当一个指南 或者说一个目标步数 日行万步对于我们健康啊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是这个数 日行万步是科学学 比较广泛的一个接受的一个数值 当然呢 这种步数 要根据每个人的年龄 还有就是整体的基础疾病 等等个人的因素啊 要有所选择 那当然比如习惯器疼痛的人 肯定不能走这么多 比如说有心力衰竭的人 很多人走了之后又发心衰 对吧 每个人的基础疾病是不一样的 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来去选择具体的步数 如果是健康人 那就日行万步 如果是有基础疾病的人 那么建议呢 就咨询自己的医生 问一下走多少步比较合适 那么走路呢 也有三个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姿势 要保持这种良好的姿势 头最好向上 往上看 肩膀向后 这种来去减少我们颈部 背部的一个压力 那么第二个就选择合适的鞋子 这样子能够防止预防 这种跌倒 同时呢 有这种减症的作用 对我们的一个下肢的保护 也是有帮助的 那第三个就是速度 那建议呢 适当的速度 刚刚也讲到一个 具体的步数 还有就是快走 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效应 当然呢 太快也不行 对吧 对于我们的关节 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太慢 可能也达不到 这种健康的效应 那么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基础疾病 还有健康的状况 还有自己的体力 来去选择 来去循序渐进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 步行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帮助 还有就是 究竟走多少步 比较合适 还有就是走路的 几个注意的事项 好的 关注回忆生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